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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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的想法有出入 很多人认为吃避孕药会导致不孕 刚刚好相反 很多人认为说吃避孕药会长癌 刚刚好相反 就是避孕药 那还有一个呢 保险套 保险套的话呢 它当然就是没有任何药物 完全就是用阻隔的方式来避孕 那它的好处呢是怎么样 它的好处是说可以减少 疑患子宫这个性病的机会 那使用保险套 你要使用的方式要正确 三个原则 第一个 每一次都戴 不要算日子戴 第二个 一开始性行为就戴 不要说快射精才戴 第三个 射了精了赶快拔出来 不要在里面再泡 如果说遵守这三个原则 那会怀孕的机会也很低 那同时还可以有 就减少这个传染 这个性病的机会 这是两个 避孕药跟这个避孕套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什么 这个装环 避孕环 那美国呢 有几种这个宫内避孕器 一种就是有药物的 它一个一个小梯子 这些东西 然后里面有些黄体酮 你放到宫腔里面 它会慢慢慢慢释放黄体酮 那释放黄体酮 那释放黄体酮 它的作用是什么东西呢 它会让你的内膜 变得非常的薄 因为黄体酮 会抑制内膜的声音发育 所以说当你有黄体酮 在弓腔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内膜就长得很薄 长得很薄的话 你就怀不了孕 或者说就算有受精软 也着床不了 这个是它的主要的作用 所以说这个呢 它的好处是什么东西呢 它好处是很方便 你放进去以后 你不要管它了 也不需要吃药 也不需要带套 也不需要什么东西 就反正就时时刻刻 都保护着你就对了 这个它的方便的地方 是它的好处 那用这种有药物的这个避孕期 有什么好处呢 当你月经来 如果说是量很多 或者说很痛的话 它也可以借着这个东西呢 减少你的月经的流量 跟减少你的筋痛 我们有好几个病人 他的这个月经的流量很多 而且痛得很厉害 在这个考虑 到底是不是要去切除子宫之前 我们试着用这个 这种宫内避孕器 就用了以后 它高兴得要死 那这些子宫也不需要切了 那这个是一种避孕器 另外一种避孕器是什么呢 我们叫酮梯 酮就是我们的金银铜姐的酮 酮梯呢 它也是一个梯形的东西 可是在那上面呢 梯形的塑胶棒棒上面 要缠有酮丝 那为什么要缠酮丝呢 因为它酮丝 它如果说跑到弓箱里面去 跟我们的内膜接触以后呢 它会造成一些轻微的发炎反应 所以说当我们在子宫腔里面 有发炎反应的时候 我们的内膜会比较红 就好像我们平常被蚊子咬一下 就红红的一个包 那工箱里面呢 油水也会有这种红红的反应 当你有这种发炎的反应的时候 你瘦筋软进来就着床不了 就达到避孕的效果 那这种的话呢 你装进去可以用十年 也是很方便 什么都不要管了 可是这种的话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或许你的量会多一点 因为月经的量 还有月经的长 是个时间会拖的比较长一点 大部分的人都会慢慢慢慢慢慢 趋向你原来的月经的这个情况 可是到最后 说不定还是会比正常月经 稍微多一点 或者说稍微长一点 就是避孕器 那其他如果说我们结杂 那结杂当然不是青少年了 结杂的话通常我们就要看 如果说你至少35岁以上 然后生过一两个两三个以后 那我们问问说你到底要不要考虑结杂 尤其是在婆妇产的的时候 当你婆妇生产的时候 BB生出来 子宫缝好 那既然已经在那边了嘛 就干脆到此一游 就顺便留个纪念 然后把它结杂 就很方便 那这个呢 如果说这个时候顺便结杂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想法 那结杂的话呢 你不要担心任何其他东西 很多人讲说结杂会让你发胖 让你荷尔蒙变化 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名称 什么什么样的名称呢 叫结杂后症后群 以前古时候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症后群 那后来经过科研呢 推翻掉说根本没这回事 有没有什么所谓结杂之后 会导致你什么什么什么身体方面的变化 那唯一要考虑的就是 你还有没有可能想要怀孕 如果说你真的是 不管天荒地老 不管怎么样 地球毁灭 我都不想怀孕了 那赶快结杂 那如果说你认为说 可能还要 那就考虑用别种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结杂 我们把它当成是永久性的一个手术 如果说你结杂完了 后来你改变主意怎么办 去做使管婴儿 那这个呢 是另外一种这个 这个避孕的方式 那还一种避孕方式就是我刚提到 就是说这个避孕棒棒 插在皮下的 这个的话呢 一般来讲 插进去了之后呢 在皮下 刚开始头六个月 常常会有一些不规则的出血 那很多人大概 在平均来讲 25%的人 装进去之后 因为不规则的出血 那在头六个月之内 就要求把它打出来 如果说你熬过这头六个月 那通常这个避孕棒棒 也是蛮方便的 这么久 於是